14.28分 有人说512是14.28分 是终归人行统的瞬间 每年这一天 我们终会问 2008年你好大 你在搞啥子 15年过去了 我们为啥还在几年温泉地震 因为几年的不仅是无数个生命 在那个瞬间造成种极 还因为很多人的不放弃 曾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精神动力 还因为有很多人的人生 仍然在经历重生 他们的重生 像裂缝中的阳光 一统温暗 我却保持一国 他们的重生 像终止发芽 长大后 我就成了命 他们的重生 是用神命收获神命 是全越时空的决定 所以作为问错人 这应该是感人的 15年了 当年的情绪这般人 紧透几度下他们的日常 看看他们 过得好吗 我真的是一个很怕痛的人 所以每天都在哭 但是我呢 还是长成了一个 健健康康的大人 一个很勇敢的大人 我叫牛玉 网络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那一年我11岁 被埋废墟下面72个小时后 成功获救 后来我左腿也经历了 30多次手术 我现在是一名摄影师 记录下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山广赏虐 不是一狗 我是胡岳 我是一名五十二地震的幸存症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块纱布 我在做节肢手术的时候 只是打了局部麻醉 护士姐姐 她说如果你痛的话 你就咬纱布 整块纱布上面 全是我咬出来的血迹 我已经从15年前的一个小女孩 成长为了现在一个 热爱运动的一个大姑娘 比如说我现在玩滑板 再玩滑翔翰 加油 我们记得北京冬产奥会上的她 北京产奥会上的她 还有东京产奥会 在那最高领阳台上的她 很长一段时间吧 我可能都 不能走出这种阴影 后来我是打乒乓球之后 才走出来的 她叫王瑞 也是一名敌政行存症 2008年 她被迈了近四个小时 今天她的目标 是规计公开赛新赛场 祝她去的好成绩 还记得她不 张大乡当恐将兵的奶娃娃 我叫陈强 四川十方人 现在已经是拍张了 城墙新阅兵式的亿万双眼睛的注视 想走过天安门广场 这年是我当兵第十个年头了 可以说这十年 非常的充实 当前我正在外面参加集训 在每一次训练当中 我能把自己当成一名新兵 去认真训练 我也在不停地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到自己英雄传人的生活 像一名优秀的牌长不懈奋斗 这个敌政手载的奶娃娃 叫曾家福 又去当兵了 两年前 她嘴嘴久住她的体育军去抄军 在行兵首先是苦地恒雄 非常感谢 李叔叔及叔叔阿姨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关爱 保零二三年 还有一个新计划 目前已经退伍两个月 在成都工作 等待九月份上大学 毕业后 我有二次入伍的想法 古诗不仅是指握成长 还有神秘的传递 比如 全王沙平的吻船勾勾 路上就看到有很多落石 倒塌破坏 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就跟他们产生了共情 以自己的力量 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就一直在救援 到了那个小朋友 后面就被网友们 清晒成了温泉哥哥 你温泉哥哥不知我一个 我们有74个 温泉哥哥当然不知一个 曾经北亚五天五夜的江湖行 如今也是消防员 他们都变成当年最为他们的英雄 哈喽 我是廖志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是亏权的 在这场地震当中 失去了我之爱的亲人 我用意跳舞的双腿 痛彻心扉的失去之后 我除了为自己而活 我也可以贡献更多的力量 给到社会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照片墙 在这个上面有很多 我们帮助过的老人孩子 他们都是因为各种意外 或者疾病导致残障 导致节肢的一个群体 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专业 我的精力去带给他们 盼望和专业的支持 我也很感恩可以遇到我的先生 他是我的假冲程师 我们在一起已经十年了 也有了一儿一女 我觉得他抚平了 我心中的很多伤害 在青年十五周年 这些温暖 辅业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生命是值得珍惜的 我们周围那些爱我们的人 是值得去珍重的 其实整个跟林勇 史权话接受的我 也是一名温泉地争情历争 十五年来 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着家乡的变好 看到每一朵青春生的人生 和北家仍爱生活 回生该本 大家命运 则久而是奋斗的角色 十五年了 我们时常提起文传技艺 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践 而是无数个关于热爱 成长 穿成 奉献的 冲伸故事 在古事里 灭坏死去的神秘 灭坏死去的 灭坏死去的 靠坏死去的 靠坏死去的 结束灾难面前的 收望响嘴 结束2008年的一面 巨国同行 一气上去 祝福人民几两次垮不了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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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才是一面 雨后重生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就每一个你我 都能在未来的人生赛道上 跑出更精彩的成绩 感谢观看